作词 李宗盛 观众朋友 说到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几乎集合了东方世界对美和爱的所有追求 以及对人性永恒的剖析 它亘古通勤的魅力 培育了中华细腻的古典情怀 二百年来经久不衰 说到乐剧《红楼梦》 它又萃取了其中的经典 用动听的旋律谱写着宝玉和黛玉的爱情 2008年是《红楼梦》诞生50周年 我们和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举办了 《红楼一梦》50载的大型访谈节目 上海当地的导演告诉我 录制那天的节目之前 他们发了一个通告 就是要在民间搜罗与乐剧《红楼梦》有关的故事 预告发出以后 好多的观众手捧着四五十年前的珍贵物品都来了 有的是饼干盒上印有王文娟 徐玉兰的剧照 那时出品的很多的瓷器 好多是以乐剧形象 待遇葬花为主题的 有的观众还收藏了当年的《红楼梦》各地巡演的旧式海报和节目单 甚至一张五十年前《红楼梦》的演出门票等等 当我看到这些门票或者戏单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发黄了 但是我当时非常激动 我说尽管这些纸张已经发黄 但是我相信留在几代人心里的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我不禁感慨这些半个世纪的有心人 更感慨乐剧《红楼梦》的影响和深远 今天就让我们再来回顾那永远说不完的《红楼往事》吧 徐宇兰 王文娟两大艺术家的宝袋组合 是几代中国人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经典艺术形象 而这一出《红楼梦》也成为乐剧舞台上最有代表性的剧目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后背传人 我去香港演出的时候 我跟林青霞曾经有一起吃饭一起游玩 这个中间他跟我提到过一件事 您的《红楼梦》可以和教练的剧目 听说到我们的福音 《红楼梦》 我飞风发烈 没想到你 从此起 生命需要我独播 连见分明子 我来看见的 恰子 九日雨 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 电视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上海的观众朋友 西民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看见我们站在这 我想大家已经明白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 戏院百家 跟SMG艺术文频道的 文化主题之夜 两个栏目的首次牵手 为的就是 纪念上海乐剧院 推出《红楼梦》首演 50周年这个系列的纪念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也跟 很多来宾朋友们 在此一块给大家 献上这么一台 叫做《红楼梦》 情迁50载的特别节目 说得太好了 其实今天这样一个 特别节目呢 也拉开了上海乐剧院 庆祝乐剧《红楼梦》 首演系列活动的一个序幕 说到《红楼梦》 真是不得了 我觉得它不光属于乐剧 也不光属于上海 它是属于中国 属于世界的 50年前 也就是在 1958年的 二三月份 在上海的共舞台 首演到现在 整整50年了 我们说 乐剧《红楼梦》 也红火了50年 培养了很多的乐剧演员 从新秀到明流 感动了太多太多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真的是 非常有幸 因为我们不仅 请到了《红楼梦》 当时首演的很多演员 而且在《红楼梦》 流传的这半个世纪里 又有那么多的 中青年演员们 加盟到这个阵营当中来 还有许多热爱《红楼梦》 长达50年的观众朋友 今天让我们欢聚一堂 做好这个特别节目 没错 那么首先呢 我要为大家请出的 是观众们心目当中 最经典的宝哥哥和丽音妹妹 我建议大家 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 用掌声请出87岁高龄的 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徐玉兰老师 和83岁高龄的 著名乐剧表演艺术家 王文娟老师 欢迎两位 大家看大手牵小手 我们的两位小黛玉 小宝玉 牵着我们的两位艺术家 上场了 两位艺术家好 杰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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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 刚进科班时 先学花旦 后席老生 1941年 改演小生 1958年 37岁的徐玉兰 以其精湛的表演 激情跌宕地演唱 成功出演《红楼梦》 从此成为观众心目中 最经典 最难忘的宝哥哥 乐剧表演艺术家 王文娟初学小生 两年后改戏花旦 1948年 她进入玉兰剧团 与徐玉兰成为搭档 1958年 王文娟主动请因 参演《红楼梦》 一举成功 徐玉兰 王文娟 两大艺术家的宝袋组合 是几代中国人心目中 不可取代的 经典艺术形象 而这一出《红楼梦》 也成为乐剧舞台上 最有代表性的剧目 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后北传人 那么除了阿文老师之外 我们现场还有一批 非常优秀的中青年演员 他们都是出演过 《红楼梦》的优秀演员们 他们分别是 陈颖和华一青 钱惠丽和赞亚平 赵志刚 房亚分 郑国锋 王志平 金进 我再为大家介绍三位 新生代的三位演员 杨婷娜 新雅琴 李旭丹 欢迎三位 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还是先从出演宝代的 两位老师开始 咱问问两位老师 就是当时首演这个戏的时候 是1958年的2月18号 对 当时这个戏红到什么火到什么程度 连演了多少场 大概我们没有拍电影前已经演了三百多场了 三百多场了 三百多场了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女儿两场了 白天一场 晚上一场 天天演出的 那么演出那个时候呢 我们大概是58年到全国去整个演出 59年嘛 我们到石青 国庆石青 我们到北京演出 北京新零 后来嘛到早先 到那个云南 云南演出 也到了早先演出 那么就是拍电影前面 我们已经出国过去演出 我们这次啊 为了做这个节目 特别去找寻当时的节目单 没想到找到了2月18号首演的节目单 真的啊 哎呦 是吗 这样的首演节目单 我不知道二位还有没有印象 真的是太珍贵了 50年前了 50年前的戏单 1958年2月18日正是大年初一 由徐亦兰王文娟 分别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红楼梦》 在上海共舞台以及大舞台首度推出 连续上演54场 场场爆满 观众达8万6千多人次 其他演员还有陈兰芳扮演薛宝钗 唐岳英扮演王西凤 周宝葵扮演贾母 孟与英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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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到武汉去演出 那个时候观众确实是买票买不到的 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满足得多 而且不是宽一次了 到武汉区那边是 一个观众演几张他就宽几场 每天他们都买着票 每天每天都买票看戏 另外那个 举军给别 就是那个编剧 徐军同志 这个戏给的确实好 他在文学上 是吧 他是声音者检测 都听得懂 但是很美 著名编剧徐军 今年已经85岁高龄 观众们也始终没有忘记 这位乐剧《红楼梦》的缔造者 我送给我的 红楼梦三儿警察的筷子 他们送的东西 跟红楼梦总是有缘的 红楼梦是那个人 外面各种 红楼梦就算已经很多了 现在穿着什么都很多了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这个乐剧 对《红楼梦》提的非常深 因为主要一个是虚情 乐剧最虚情 还有一个就是 还想到有些还有一个女小孙 这个演歌也加宝楼 《红楼梦》的故事 一直是乐剧舞台上 很受青睐的题材 尹桂芳曾扳演多出红楼戏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袁雪芬也在雪深剧团 排演过林黛玉 而宝玉与秦文 则是范瑞娟常常演出的剧目 但如何在舞台上 完整全貌地展现 《红楼梦》这部黄黄剧著 却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 对于当年才三十多岁的徐静而言 是巨大的挑战 也是难得的寄遇 乐剧《红楼梦》的成功 也不能忘记另外两位幕后工程 导演吴琛和钟鸣 他们对于原著的深刻理解 对于舞台艺术的充分解读 为演员提供了很大帮助 当时那个导演钟鸣 钟鸣后来是吴琛同志 他们两个人呢 少年也是蛮深的 对《红楼梦》也是很有研究的 所以开始排的时候 就是给我们讲解 那个宁国父啊 勇国父啊 那个审物关系啊 叫我们换小说啊 那个 那么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演出 演出以后 我们一张戏下来以后 马上就是讲评 不是戏下来以后 马上下座我们就休息了 不是这样 要讲评 今天为什么要长了15分钟 到底在演员的节奏上面 还是在玩警的地方 出了毛病 我这里晚了 还是灯光问题 还是有点问题 都要检查的 所以每次讲评 每次这个戏 大家第一节 哪一节不好 哪一节好 那么这样子 不断在提高改进 所以每一次演出呢 觉得观众 觉得这个戏质量 还是不错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戏一上去以后 这个戏很强了 大概就毛四个小时吧 三个多小时啊 三个多小时 后来一点点删掉 哪里不好 再改进什么 是那个戏啊 在质量上面 能够保证以后呢 所以没到一个地方演出呢 他观众 就是不断地来 其实创作这一部经典 真的是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 对 我听说两位艺术家 为了演好人物 还有不少名言 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 说个人都有一些 特别有劲的豪言壮语 咱们先说谁 咱们先说王老师 王老师 老勇跟王老师 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 他对王老师的 这个情况肯定很熟悉 这个说实话 我还是听王老师的女儿 这个转述的 我估计呢 她可能也是听外婆 当时转述的 说王老师当时说过一句话 说演不好林黛玉 就杀我的头 这句话说过没有 有的说过 是什么时候说的 还没有定 谁来演那个《红楼梦》 因为我们越去越 也领导女的人也很多 也家暴女的人 也是很多 那个时候就是 我们那个领导叫乙斌 还有呢徐晶 就是编剧 我在也追雨的时候 他们到后代了 我正好在下葬了 他说 哎王文娟 你也领导你行不行啊 我说行啊 那你演不演得好啊 我说演不好 看我的头 我说你来这个 终领葬以后 就得到 也领导你的 是这样 之前有豪言壮语 徐老师据说是之后 当贾宝玉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之后 后来徐老师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大大小小演过 一百多个角色 但是我最喜欢的 还是贾宝玉 对 因为贾宝玉嘛 这个人比较难演 发的功夫也比较 要唱出那么多声 整个当初她是贾宝玉 对我们来演贾宝玉 是个难的 特别是那个 因为我进夫的时候 那个领导女最13岁 贾宝玉最14岁 那么我这到出品以后呢 我觉得前面不大不小的 这个男孩很难演 也不是一般的小孩 跳跳蹦蹦的出来 他是永孤父 那么一个千只胶子 这个胶胶子 又有封建个礼教 套在他身上 他心里有个动身 这个因为我那个时候 也已经三十几岁了 我说怎么能演好 这个就是 所以懂了脑子了 是吧 特别是家伯玉 出场的时候 他们导演说 你出场呀 我说我怎么出场呀 我跳跳蹦蹦出来呢 我打到四方 一个人出来 那我说这个出场很难 我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那么我那个时候 我没看过元素了 因为领导 文化学领导 看见 规定我们两个人 看四边红绿龙 你是哪里看得到 四边红绿龙 那么后的山本 那么后来 我这有个机会了 我这看通道的山本 刚刚都他们一旦到 苏联德国去了 在胡椒长看的 但我想到 早当时里面那一会儿 他里面有一张 叫家伯娘 王熙凤林家伯娘 到家庙去婉约 回来的时候 老人告诉他 他说 伯娘啊 你把我这个 担香村送给你 老祖祖 那么当时我 一开窗 拿这个东西吧 是吧 我拿一个香村上来 那么我就搞道律的 这个关系 开个东西 那这样我学里拿的东西 这样跟着音哑 就直接出来 对 那么后来导演 我这行不行 他说 还可以啊 慢慢 干嘛就这样出来 变成雕小狗龄妹妹 是一手气勇敢 赛子 那他 那他妈 真情味 想不得 从几别 说的 年轻 又是 我 大碎 英东 好 比 崩 北 没 少年 不得 小气 声音 小 马 我爱你 眼前发明 我来靠近的恰恰 就是对 这时候随到的东西口多了 多了 这一财宝 还礼 你送我一咖啡瓜 我就给你一唱词 回去你就可以唱了 对不对 话总 做特别节目之前 向大家征询《红楼梦》 当时的珍贵的历史文物 居然有一位热心的观众 给我们来信说 说他保留了 当时你们这些剧组 巡演时候的工作小节 现场真有啊 有有有 是谁 哪位 来来 好 我们看一看 有点什么宝贝带到现场 来来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冯建东 浦东新区收藏协会的会长 收藏协会 您今天带来的是 这个就是当时 58年的时候 收影的海报 您看这还有王老师签名 对 那么这是一份 那么还有一份 太珍贵了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58年的时候 巡回演出 58年 8月21日 到59年的 1月31日 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的时候的 那个登记表 我说当时这个纸一定是白色的 现在发黄了 纸张变黄了 但是我们这位老先生 其实也不老 珍藏了50年的 这个记忆 依然清晰 我们谢谢他 好 谢谢你 谢谢 1958年8月 上海乐剧院二团开始全国巡演 徐宇兰 王文娟的《红楼梦》 是各地都闭演的重要曲目 他们途经武汉 湖南 吴湖南京 广州 每到之处都引起热烈反响 乐剧《红楼梦》的影响 也随着巡演扩大到全国各地 你想想 当时你们演出舞台版本 引起了那么大反响 后来拍成了电影 更是轰动的不得了 这种轰动 已经远远超出了两位艺术家的想象 表现之一就是 全国各地的观众 给他们寄东西 大家都要表示关心 都寄了些什么东西啊 收到过什么 这时候收到的东西 可多了 可多了 金银财宝 足够 照法是金银财宝 他们因为刚刚 这个演出 演出我们两个人大概 全国的土产 土产 土特产 我也了 四川啊 这个各地方都有什么 特别是像新疆哈密瓜呀 什么 连西瓜都能给你寄来 我们不会去人家东西的 所以寄来我们寄外去 寄来寄外去 就哈密瓜都烂了 去哈密瓜 他是说老师 你这一把去哈密瓜烂掉了 怎么办呢 是吗 你看看 那个是 他是一个 很多观众 他们有一个要求 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光局 没有那个唱日 也没有这个待日 他们看了以后呢 就是希望我们有这个唱日待日 没有戏宝啊 给他们 知道 给他们嘛 他们可以唱 那么 同时上海也有 有些人有一天嘛 四张票 到电影院 就没 就他唱一首 写一首 唱一首写一首 那么一下子 整个就被写不下来嘛 他一天四张 一天四张 就是 补的那个那个 那个是光天润嘛 补冷气嘛 然后去写 每天在电影院里边 记归唱歌 就是跟关注乌龙龙彩 那么我们后来就写了那个海报 我就写了很多的那个海报 那个就是唱日 对对对 那么到全国发道歉过去 他们学到这样 真保养的 这个是一种这个 环礼 你送我一汉一汉 我就给你一唱词 回去你就可以唱了 对不对 我们也受到好处 是蛮反动的 应该说比今天还宝贵 因为我严了零年以后 大家都觉得我身体不好 林妹妹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我呢 是个全个身体 我身体蛮好的 给我记什么呢 桂圆啊 李子 还有那个乌高 乌高 恶交 东欧恶交 对对对 恶交 补品 受了不少 桂圆少的 他说你身体很不好 叫我不不身体 那么这一文情谊来讲呢 我实际比 情节很宝贵 对我的身体那么关心 我非常感谢大家 对于观众们的这一片热情 两位艺术家都极其真实 虽然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但许多普通观众送的 《喉咙梦》纪念品 至今他们都细心保存 毫无缺损 这里人常做得很好 这是观众送给我的 因为我演红楼梦 他们看到装饭 好像就想到我了 他就买来送给我的 这个一个 也是那个观众 他在古文商店 看到了这里边有 走进徐兰老师的家中 看到最多的就是各个时期的 贾宝玉剧照 老艺术家对于这个人物的钟爱 显露无遗 而五十年里 观众对于贾宝玉的热爱之情 徐兰老师也总是念念不忘 这个呢就是 大概是七十年代的时候 《红楼梦》 电影上演的时候 演的北京一个大学生 他自己画的 画了后来送给我 所以我要给他 好好的保证在这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乐剧《红楼梦》 还被带到了越南 朝鲜等地 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作为代表中国传统艺术最高水平的极大成者 《红楼梦》 以其非凡的艺术感染力 打动了无数异国观众 1960年底到1961年初 《红楼梦》还当榜了香港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演出 这次演出 肩负着团结香港同胞 打破敌对势力封锁的政治使命 乐剧院特别调整阵容 由吕瑞英扮演薛宝钗 金采峰扮演王熙凤 也正是这次赴港演出的轰动效应 促成了上海与香港两地合作 拍摄了不朽的乐剧电影《红楼梦》 这也确立了几大艺术家 共同演绎的黄金阵重 其实这部经典的作品 不光是宝蛋两位艺术家 这部影片囊括了当时 真的都是一线的表演艺术家 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他们好不好 好 接下去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在这个首演的时候 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 就加盟了这个《红楼梦》剧组的几位 老艺术家们 有请他们 我们欢迎老祖宗周宝奎老师 蒙辣的金采峰老师 老差吕瑞英老师 紫娟孟丽英老师 欢迎几位老艺术家上场 真是非常的难得 50年前 电影版本的六位大艺术家 今天再一次相会在了一起 真的是非常难得 大家看看 我们中间就做的 老祖宗 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周宝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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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岁高龄了 他以自己丰富的表演经验 将老祖宗 这位一家之主 刻画的入目三分 当初 加盟这个剧组的 像这个周宝奎老师 跟这个孟丽英老师 两位老师也是 五八年二月十八号的首演阵容 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当初您这个老祖宗 咱原来越决没有这样的形象 您是怎么借鉴 怎么创造出来的 我接到这个决本 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我没有遇过这样 一种渔气质的人 那我 这个身份我怎么办呢 我只要想加减 少赢要加减 那么兄弟觉得 那个姊妹觉得都去换 没有这样一个省份 没老太太的人物 那么这个老太 他不是一般的 他要于省份 他是一个领袖省份 是一本的 那么又是有胆消丰盛 又是有死将一面 又是有年龄一面 那么我在生活中呢 我在我没五八年了 研车了 研车省很多 做点牙兵啊 做点水仗啊 都很多 那么也有死将的 里面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好伤的 有汽车的 一种魁梧的 那么我整个压 有很多地方 我好家境 所以呢 我是家境的水仗的 做影价啊 动天啊 那么来塑造这个省份 那么一塑造后呢 到那个观众的省口 那是很想象 他刚举了两个大人物 他说的是陈外长 因为当时这个陈毅同志啊 担任过上海市的市长 还担任过外交部长 所以你看他说把这个陈外长 跟周总理的形象 都融合到老祖宗的形象里去 你说这个 老祖宗 您就您这样 咱们不用大动 您就稍微的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一般的老太太 跟具有领袖气质的老太太 有什么不一样 表现一下一般的 那一般的他不要挺的了 不要挺起来的了 他老太他们总是这样的比较多 那么一般的也就是 冷静静静的 我就像那个 我这是什么项 冰冰醉 冰冰醉凉威士忌 他那是寡账的 他的锥炉都要有粉粮的 没有粉粮水不行 四平八五 你这那我已经锥不起来了 要锥要跌倒了 这来咱扶着你 你能不能走两步 来来来 把我当拐杖 谢谢 谢谢 天哪像八十八岁的老太太 应该当时讲 周老师因为当时已经是颇有舞台经验了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去琢磨 要塑造出这个形象 应该讲还是特别有基础 但是像当时可能 孟丽英老师 这属于也是刚进团不久 是吧 当这个明天公布以后 我去了这个结本以后 我这个人 哎呦 这个人物的我来讲 八千 乐剧编艺术家孟丽英 1951年在杭州从艺 攻小蛋 1954年加入上海乐剧院 1958年 她参与《红楼梦》首演时 只有24岁 因为你不叫错了 是抱姑娘来了你 对 我我能跟她的老师们比 他们是这样 我是 相差很远 真的是可能 所以当人关接到这个人物 回来接朋友 我觉得这个 非常高兴 但是有一定的压力 高兴的是啥呢 我能够到两位老师 以这个 大当的习 根本能够 学习到我上个门 但是我还没带醒的呀 因为我对于那个 你这相差很远嘛 只顾配到我好嘛 可是我起来 那么这个人关了 王老师的我有觉悟 哎哟 可是我从 生活到处是要被她 寄不过已经了嘛 我心里想 哎呀 王老师可能要自己 告诉我 一定没教育啊 跟我会喝的啥呢 我会对的啥呢 一般我已经给她的力量了 所以我发现了 我其实又过去 听了个气呆了 所以这个理想 我去别人想到 谢谢 说到这个 吕润老师跟那个 金采峰老师呢 是后来加入 《红楼梦》剧组的 两位艺术家 对自己扮演的角色 都好大的不情愿 先说说吕老师 吕老师大家都知道 原来善演的都是 俏丽的小花旦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 像红娘 像打金之礼的公主 人家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 结果让人家演薛宝钗 如此有心机的一个女人 当时心里是不是觉得 领导安排演这个角色特委屈 乐剧变艺术家吕瑞英 戏路宽广 专长花旦 尖善花山 情依刀马蛋 1960年赴港演出时 加盟《红楼梦》剧组 十年27岁 虽然薛宝钗的角色 和吕瑞英擅长的人物 并不吻合 但她以自己的身后功力 掩护了观众心目中的宝姐姐 因为我们当初的时候应该讲 领导怎么说 我们怎么做 但要问自己来讲呢 我感觉到那个薛宝钗 我不是喜欢的角色 我宁愿做情文 宁愿做紫娟 我也没有想到要做薛宝钗 实实在在讲 我认为就是导演 要我们看三遍《红楼梦》 这个三大本 要我们看三遍 我当时心里边是一个不愿意 因为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从早上起来练功 练唱 还有好多学习 排戏演出 当时我们正青年 所以我们 我在想 现在的青年 这一点来讲 不如我们的条件好 当初我们有的演出 演出多 舞台上时间多 那这对演员来讲 演员的成长 成长的过程 那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当时我就 听了这句话 要看从头看三遍 我眼泪就掉出来了 所以我怎么去 唱唱那个薛宝钗 那后来呢 我就想 这个也是怎么讲 领导致命难为 从头致命 咬了牙子 看了一遍 三遍是不行了 吴春 当时我们都叫吴主任 他是艺术演员 那个艺术师的主任 他做导演 他排戏的时候 第一句话问我 你《红楼梦》看了几遍 我想了一想 还是实话实说吧 待会他要问我 你什么东西 我讲不出来 我就说 看了一遍 他说不错 我到那个心 我就放下一个心来了 那么所以我说 假如说这个人物创造来讲 应该说我现在来看 我自己对我过去 那个创造薛宝钗那个时间 来看 我认为我还是自然调节 还是自然形态在演 你说怎么样 就刻画他 看了书是一个印象 但是你要在舞台上表现他 要表现出来 那个薛宝钗的大家贵秀 内中外秀 对吧 那么又是一个有心计的 但是又不是分寸的 又是会在什么人面前 讲什么话 这些东西来讲 对我的性格好像是 我是好像一下子 想不到怎么样 怎么样去演他 咱们演小丫头来讲 那个是实话实说 对不对 演那个宝钗来讲 应该讲 还是应该说 不是太称职 其实我想啊 对于吕老师而言 可能跟金老师也是同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当时他们二位啊 已经是颇有自己的风格了 而且颇有社会知名度了 大家对他们所扮演的 那一路的角色已经很认同了 现在换了一个 他们自己都觉得 不是特别自信 不是特别满意的角色 又要得演好他 这个难度是不是特别大 金老师 人家金老师 人家原来演的都是 你像《碧玉三》里的李修英 都是贤妻良母系人 你说这一次给人让你演王熙凤 听说你还哭鼻子 对 真哭了 真的 乐剧变艺术家金采峰 1946年在雪声剧团攻小生 后转东山乐艺社改演弹角 1960年赴港演出时 加盟《红楼梦》剧组 十年三十岁 将凤辣子的泼辣与心迹 演绎的淋漓尽致 《碧玉三》 因为我呢 跟涉入 杉老师 那个叫周老师 王老师 不懂 一来人口白吃生 但李老师 李老师还是口白吃生 我呢 是 不是口白吃生 所以一个戏呢 在沙拉上 一来不懂 但如果自己要我去 议这个王熙凤 我呢 我是老青山 因为这个王熙凤 不是老年一样 一日 你现在又觉得我呢 李米吉雷阿米光 把米灵笼 我这个人呢 生活当中呢 不是个男子 你得到想要我一个男子的人呢 能想我能好义呢 所以心里现在 不是个女 女人 实际上是个 把人称赞 义不好 身怕也不好 自己反差太大 被差是人太多了 所以我哭了 这个人光呢 就是 心里现在 阿里闹中了 那么 随便上能 阿里闹中 能还要去努力 我日心里现在 跟男子去住 但是这个 现在到一定为止呢 我 因为我得 王熙凤 这个事呢 还是 我是跟 过来 做了吗 金彩峰老师 和这个吕仁老师 他们在自己的 那个流派的艺术世界里 一定是这样的艺术家 但是让他们塑造 这样反差极大的 不适合自己塑造的人物 首先 你比如说 他们换了任何演员 都会有不情愿的情绪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两位艺术家 以大局为重 因为今天 咱们现场的观众 都不是一般的观众 都是深深爱着 乐剧《红楼梦》的观众 咱们用掌声 告诉两位老师 不大情愿 演这个薛宝柴和 王熙梦的两位艺术家 他们演得好不好 굳ימ ở三位肯定的观众 演唱 SPEAKER 也去唯唯坐观看 安江的四路经济好游门 又为谁死死走在山坟里 你应该把茶馆去上去 这门歌不正离不宠明明 亲爱的梦和梦文字 妖宝宝心 生一苦月的老城 超清湾 到時空給的長日 新妹妹 不興奮 口用自覺的笑 愛呀 愛 的保妞 這是起的 知你妹妹 把整天在街 没意外 只是 没我一个姑妈 老夫总 等到他 今晚在里面上来 生命无人 所迷范 保管他 孝静在外表里 若然沉浪 希望他来 香港演出的时候 我跟林青霞曾经有一起吃饭 一起游玩 这个中间他跟我提到过一件事 哪是黄梅调 我这整个就是抄袭咱的乐剧 问子娟 就是说到电影《红楼梦》 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导演 在今年的一月份 刚刚去世的陈范导演 陈范 陈范导演真的他 他为中国的电影事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攻击 如果对于陈范导演 一些年轻的观众不太熟悉的话 我们来说说他拍的影片 京剧的群英慧《借东风》是他的 那么他后来跟郑君李先生合作了这个林泽徐 还有大家熟悉的1982年拍摄的《阿凯有正传》 所以是这样的一位导演 他导演了《红楼梦》 当时他应该还很年轻吧 年轻 他现在就83岁 他也就30多 30多岁 年轻导演 应该是几年前了 上海东方电视台曾经采访了陈范先生 还有当时如果没记错的话 徐老师王老师也在现场 咱们通过大屏幕 再来回顾一下 这位著名电影大家的风采 这位著名电影大家的风采 《阿凯有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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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 曾范先生因病逝世 但他却以一生的心血 为我们在大荧幕上 留下了最美好的作品 所有《红楼梦》剧组的演员 和热爱《红楼梦》的普通观众 都会永远怀念这位 可亲可敬的大导演 确实尽管时代在变化 在发展 我们的很多技术手段 有所创新 很多技术条件也越来越好 但是真正的好的艺术 一定是大家要用心去打磨的 所以当年在《红楼梦》 众位齐心合力之下 打磨出来了这部精品 一上映 就得到了所有观众的认同 当时62年拍出来以后 也就到了香港首映 在香港特别的轰动 于是香港的电影公司 就觉得不错 我们也应该尝背一版 于是他们尝背的这一版 黄霉调的金玉良缘《红楼梦》 同时上映 要打了一台 当时也是两位大明星 一位是林青霞 一位是张爱佳主演的 结果您猜怎么着 打了一台卖票房 争取观众 就愣是没有赢过咱们乐剧的《红楼梦》 帽玉调的《红楼梦》 这哪是黄霉调的 整个就是抄袭咱的乐剧 但是我觉得有严重模仿 咱乐剧版本的痕迹 充其量叫乐歌乐调 不管他抄不抄 人家抄证明咱们的成功 当然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应该感谢 人家香港公司拍的这一部 叫金玉良缘《红楼梦》 其实某种意义上 也更印证了咱乐剧《红楼梦》的高超 李青阳那个最佳宝牛 他可能最后 他因为他网没调了 实际调了 什么调什么的 到了库陵他没调了 整个就是乐剧 听到了吗 徐老二说了 如果问子间还有点乐调的话 到了库陵他没调了 就是咱的乐剧调 乐剧调 志刚有话要说 86年我去香港演出的时候 我跟林青霞曾经 有一起吃饭一起游玩 这个中间他跟我提到过一件事 就是当时他要拍这个《红楼梦》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他说他就 托人找到了 徐一兰老师 王文娟老师 就是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录像 当时还是录像带 然后带回 带回去以后 反复地学 反复地学 然后演的这个 《静玉良缘》 全部是表演 包括唱腔 行体动作 都是模仿 乐剧的 我们拿到了一组数据 说当时 累计《红楼梦》的观看人数的 这个人次超过了两个亿 那么在很多地区 都是早上七点半开始播放 一直放到晚上十二点 甚至有个别地区 可能是24小时 是这个不停地播放 还有一个这个数据 是我们出版社给我们提出的 说当时的这个电影《连环化》 发行了 总共卖了250万册 恐怕也创造了一个吉尼斯剧 今天是《红楼梦》首演的一次大巨手 我觉得台上台下的所有的我们 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台上的六位大世纪的艺术家 在50年前 也就是那个难忘的日子 1958年的2月18号 首演了《红楼梦》 从此给我们留下了这部经典 让我们无数的后来者 为之倾倒 所以在这儿 我由衷地希望 我们的《月酒红楼梦》 能够世世代代传送下去 赢得后人的喜爱 二十多年前 演贾宝玉的钱惠丽在朱记 演林黛玉的赡养品在铜炉 1984年 两个年轻人因为参与江浙户 青年乐剧演员大奖赛 偶然相遇在上海的乐剧舞台上 他生比较爱小 所以在贾宝玉呢 我人也原来也 他是最适合的 是吧 我说你的手机要换掉 因为你要节重思想 同一个舞台 同一个舞台 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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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有多长 故事有多长 世与飞 海与白 爱愿青春一所风与人游来 西里西外 一路撞割鲜银银财 情与你 心与衰 笑看融入回肠 当起云天外 爱愿青春一所风与人游来 北与西 盛与白 酸甜苦辣糊涂清醒 千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